嗨,大家好 夏天经常熬夜 一定要把大枣在火上给它烤一烤 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解决了很多家庭的问题和烦恼 省钱又是用 可惜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做法 今天毫无保留的把它分享给大家 下面一个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先准备一些大红枣 一定要选择去活的大红枣 准备的不要多 我们准备一到两克就可以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叉子 把红枣我们插入到叉子里面 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火上 给它烤一烤 先打开天然气色 火呢我们调到最小 然后把大枣在上面 我们给它烤一烤 烤冻的时候 一定要不停的给它转动 这样呢我们的红枣才能烤均匀 咱们呢把大枣啊 全部给它烤至 全部发黑 时间呢也不长 大家呢一定要来回的给它翻动 这样呢容易烤好 大枣全部烤好以后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把烤好的大红枣我们放入到一个碗中 接下来我们再倒入些高度白酒 不要多有一点就可以 然后用筷子呢把烤好的红枣和白酒搅拌搅拌 搅拌好以后我们倒入开水 放到葡萄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饮用了 每天睡觉之前来上一碗 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有神奇的变化 别看这个食材方法非常简单 其实里面包含了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与结晶 它的作用真的是太厉害了 在这里该说的不能说 知道的朋友我们打到评论区一起探讨探讨 今天老祖宗留下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谁用谁知道好处有多么好 赶紧收藏起来大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